曾經靈住五台山的飾影藝人藍杰英 日前被發現倒閉在赤柱的御所中年55歲 據警方估計藍杰英懷疑是在浴室跌倒然後失救致死 其後警方將藍杰英的住所封鎖 但屋內仍然傳出惡愁 而藍杰英的遺體就交由五公而送到殮房 消息傳出之後 不少圈中好友包括劉嘉玲、休淑貞等等都感到非常惋惜 而劉德華對於藍杰英的離世亦表示一時之間未能接受到 而且感到痛心和不捨得希望藍杰英一路好走 另外香港演藝人協會主席古天樂就表示 將會協助辦理藍杰英的身後事 但一切都要等到聯絡到藍杰英的姐姐之後才可以做決定